我覺得很好欸 我覺得平常就是可能大家都 我們本來就有一種互相幫忙的習慣 然後覺得爸爸 因為他也不是遇到第一次了 所以我也回去要呼籲我爸 要自己做好保護自己的動作 那因為通常 其實這個行為一出來之後 我爸有很多同業 都打電話跟他說 啊其實他早上也才被跑一個700的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朋友說 昨天被跑了一張1000的 就是其實這種事情很常發生 那我覺得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一起好嘛 就不要講你使用者就是應該要付費 然後不要有這種僥倖的心情 就是人家也很辛苦 一趟這樣子然後又碰車回來 就是每個司機大哥後面都是一個家庭 我覺得大家不要這樣子 對 那目前爸爸有交易這些事情 哦 沒事沒事 其實已經平安落幕了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欸 我覺得平常就是可能大家都 我們本來就有一種互相幫忙的習慣 然後我覺得爸爸 因為他也不是遇到第一次了 所以我也回去要呼籲我爸要自己做好 保護自己的動作 那因為通常 其實這個行為一出來之後 我爸有很多同業 都打電話跟他說 啊其實他早上也才被跑一個700的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朋友說 昨天被跑了一張1000的 就是其實這種事情很常發生 那我覺得 其實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好嘛 就不要講你使用者就是應該要付費 然後不要有這種僥倖的心情 就是人家也很辛苦呢 一趟這樣子然後又碰車回來 就是每個司機大哥後面都是一個家庭 我覺得大家不要這樣子 有一些網友講話比較刺耳 然後再也比較釋懷一點 我其實本來就很釋懷 我覺得本來這個事實上 反而就是什麼人都有 對他也提醒我說 你要記得做公益啊 就怎樣 就是你要間接幫助 啊那個網友 請你注意 這邊有很多做公益的機會 新北市庇護工廠有26家共同配合的長商 也希望你可以一起來為這個社會做點事情